大家好,本节介绍内能支板系统成型工艺 在调用成型前,需要打开或新建一个K&I文件 在工具栏上找到成型按钮,单击 将弹出成型设计界面 成型设计界面可以分为五个区域 区域一,基本信息定义 区域二,集体组织定义 区域三,工艺单输入 区域四,成型结果查看 区域五,工艺单打开保存以及加带等 接下来具体介绍 系统类型 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单系统或多系统 外形选项 大声对称,领子对称 不勾选这两个选项时 工艺单输入区域 将有左大声,右大声,左微拧和右微拧四个页面 可以分别输入工艺 勾选这两个选项时 工艺单输入区域只有左大声和左微拧两个页面 右大声和右微拧将自动对称 起始帧数 通常情况下是指挪文的帧数 在信息提示栏中可以看到 在信息提示栏中可以看到 罗文的帧数为67帧 在没有罗文时 通常是指挤头费杀的帧数 收针方式 分为同行和分行两种状态 在同行状态时 左右两边的收针在同一行上 分行状态时 左右两边的收针将错开一行 起始帧偏移 是指中心线的偏移 起始帧偏移为0时 中心线为起始帧中间的垂线 通常情况下 中心线以左为左大声 中心线以右为右大声 在预览图中可以看到 左大声的收针数 大于右大声的收针数 因此需要对中心线 进行向右的偏移 偏移时 向左偏移为负数 向右偏移为正数 这里偏移12帧 这样中心线才是正确的 可以看到 中心线有偏移 其始偏移通常用于左右大声 不对称时使用 左右一片 在预览图中可以看到整个一片 左边 则只生成左边的一片 右边则只生成右边的一片 依领设置 领子 领领 V领 袖子 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选择 这里为领领 选择领 确定 确定 可以看到 领之为圆领 夹领移针 和夹领调目 通常用于圆领或背领 需要在后续整理时进行裁键 夹领移针 通过移针 标记出领子的记号 夹领调目 通过调目 标记出领子的记号 这里选择圆领 v领拆行和 v领领塔下 只能一个有效 选择v领拆行时 拆行行数通常为2 可以看到 左右两边的拆行 两行错开拆行 两行错开拆行 勾选mini 银塔下时 将通过嵌花表示左右 拆行移针 临体拆行 勾选该选项 通常用于圆领 主要有编织 组砂落布 肺砂落布 肺砂落布 单针 隔针 通常情况下选择肺砂落布 可以看到 圆领底部的多针 进行肺砂编织 进行肺砂编织 然后落布 拧底宽度 43帧 及拧底的宽度为43帧 拧子偏移 同样向左偏移为负数 向右偏移为正数 例如 偏移12帧 在预览图中可以看到 拧子的中心 与其尺的中线 相差12帧 开拧位 及开拧位置的转数 通常勾选自动 及自动计算开拧的位置 menu铲针 勾选menu铲针时 拧子将会进行铲针 可以看到 拧子没有进行收针 而是进行了铲针 通常情况下 只有拧子收针比较多的时候 才勾选 一般 收2帧和3帧时不勾选 费杀标记 费杀转数 20转 费杀转数 及费杀最后的转数 20转 集40行 集40行 尺码 集在封口杀处做尺码的标记 选择尺码1 可以看到 在封口杀处有掉木的尺码标记 选择调孔时 有调孔的尺码标记 尺码2 则进行两个调孔的尺码标记 也可以自定义费杀标记 这里表示隔2隔2隔3调孔标记 隔2隔2隔3调孔标记 同样也可以为掉木标记 花样保留 即保留打开花样原有的花形 将在后面做详细介绍 集体组织 螺纹类型 及螺纹的形式 系统中有如下螺纹形式 螺纹过渡行 是指螺纹到大声的过渡 有普通编织 双面棋花 天柱类棋花 和普通编织二 普通编织和普通编织二 通常用于大声为单面的过渡 即前编织和后编织的过渡 双面棋花通常用于大声为前后满针的棋花过渡 天柱类棋花过渡 天柱类棋花过渡 则用于大声为天柱类棋花时的过渡 这里为单面 选择普通编织 可以看到 由螺纹一乘一过渡到大声单面 这一行就是过渡行 螺纹转术 即螺纹的转术 螺纹排列 有面一只包 面二只包 面三只包 底一只包 底二只包 和底三只包 面一只包是指第一针和最后一针为前编织 面二只包是指开始两针和最后两针为前编织 同理 第一只包是指第一针和最后一针为后编织 第二只包则是开始两针和最后两针为后编织 空针 空针 1.5针 这一块即为空针 就可以物件 3针 3针 4针 6针 4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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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针 6针 、5针 5针 6针 5垛 5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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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边枝 前边枝 螺纹加湿 是指对螺纹进行加湿 勾选该选项 输入转速 通常螺纹加湿的转速 要小于等于螺纹的转速 选择螺纹加湿的沙嘴 单击设置按钮 选择沙嘴和段数页面 在这里设置螺纹加湿的沙嘴 这里为7号沙嘴 确定 可以看到螺纹加湿的沙嘴 起地板 根据机器选择 在起地板时 可以选择以下几种组织 注意 勾选起地板时 沙嘴杀转速将无效 起地板编织完后 将直接进行落步 不会进行沙刹编织 因此这里的沙刹转速是无效的 清建 即将公益单输入区域清零 可以进行公益输入 打开 打开公益单文件 文件类型为GYE类型 加在 即加在公益软件 文件 这里可以加在双酒公益单 和复移公益单 保存 保存当前打开或输入的公益单 保存的文件类型为GYE 设置 对字板的参数进行设置 将在后面做详细的介绍 检查 可以在检查结果这一栏 看到结果 与公益单对比 看是否输入错误 总行数 及整个一片的行数 左胳膊留针 右胳膊留针 领支行数 夹上行数 夹上行数 即夹以上的行数 左身偏移 其中夹上行数 顶带数 即左身的收带数 顶带数 完毕谢谢大家